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3月16日 阿德莱德连适应西西尼流浪者 周三下午 澳直连火热进行 阿德莱德连主场迎战西西尼流浪者 阿德莱德连已经好取三连胜 球队状态相当不俗 此番面对近况较为飘忽的西西尼流浪者 阿德莱德连有力全取三分 阿德莱德连目前力球进入第一集团 球队正在为联赛开局的失分收复失地 过去五轮联赛他们取得12分 距离榜首的墨尔本城只有6分的距离 而这段抢分时期球队甚至击败过墨尔本城 含金量颇为之高 另外 安杜尼和指数杨史近期在进攻端的贡献 大家有目共睹 尤其是M杜尼 作为后备匪徒的他进五轮贡献三个入球 成为球队近期抢分的最大法宝 而阿德莱德连的攻击力 也是有所保证的 球队已经连续12轮联赛有进账 进账座雍主场之力 阿德莱德连更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K耶基等人因伤倦勤 西西尼流浪者经济的整体表现令人不敢恭维 15轮联赛只得4胜3和8负的糟糕战绩 目前排名积分榜倒数之列 值得留意的是 西西尼流浪者经济作客只获得1胜1和5负 近期更是遭遇联赛作客4连败 并且有三场单场失球多达3球 可见球队作客防守漏洞百出 另外 多达6场没有入球的攻击力 也是相当薄弱 当中上半场没有入球数多达11场 并列奥值连最多 功不锐手不稳的西西尼流浪者此行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后卫拉斯威廉是殷伤无缘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咱们等下来 咱们快点下来 咱们快点下来 咱们快点上来